有一句俗语叫做大智若愚,讲的是有些人看起来很愚蠢,实际上他们充满智慧,这样的人就属于不露山不露水,是属于比较含蓄的智者,同时也有很多人与之相反,那就是他们看起来好像很聪明,但是实际上却是愚蠢的,如果跟这样的人待久了,就会感觉到他们的行为会让人很寒心,就有这么几种人,看似聪明。 其实愚蠢,跟他们待在一起没有好处,还是尽快远离,才是及时止损的明智之举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格外好面子的人,人人都有虚荣心,我们渴望从外界得到正面的反馈,从而满足自己内心的虚荣,有些人能够控制好自己的虚荣心,将其以转化为激励自己奋勇向前的动力。 有些人则是让虚荣心迷失了头脑,过度的虚荣,舍本逐末,导致一事无成。 人际交往的过程中,有些人拿着月入三千的工资,却背着价值过万的名牌包包,用透支信用卡换来的奢侈品来冲面子,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 殊不知,人的价值并不靠外物来决定,一个人背着自己消费水平之外的名牌包包,看似在别人面前炫耀了一把。 实在是丢尽了脸面,暴露了自己认知水平低,真正的面子,靠的不是外物的支撑,而是内在的实力。 在现实生活中,我们如果遇到虚荣心格外强的人,记得谨慎小心,不要轻易与之深交。 看透又说透的人 老祖宗早就告诫过我们,大智若鱼,大巧若捉。 处世界多言,言多必失,真正聪明的人,更应该是看透不说透,那余言,管好嘴巴,多听,少说,多干事。 但是,就是有些人自以为是,认为以为很聪明,就是不听老祖宗的忠告,他们还非常喜欢显摆自己的聪明。 看透又说透,说话不考虑后果,最后引火烧身。 比如说,东汉大才子杨修,知识渊博,人很聪明,连曹操都自愧不如,但是他非常喜欢当众显摆自己的才华。 他还接连几次看透曹操的心思,并且当众告之于众人,此举让曹操非常生气,曹操不得不对杨修动了杀心。 最终,曹操以前后露泻言叫,教官诸侯等罪名下令将杨修处死,生活中有类聪明人。 他们智商很高,一眼就能发现事物的本质,但是说话不过脑子,不顾他人感受,不考虑后果。 这实则是真糊涂,真愚蠢。 最终也会言语不慎而吃亏,福气浅薄。 投机取巧的人 生活中不乏有喜欢投机取巧的人,他们不愿意踏踏实实地走正道,总想着用歪门邪道实现自己的目的。 本质上来讲,这样的人就是因为太弱,因为只有弱者才会畏惧和强者平等竞争,所以想尽一切办法走捷径。 这样的人往往根基不稳,看似靠着自己的小聪明获得利益。 其实是失去了最佳成长的机会,一次短暂的获利,容易让他们迷失自我,从而不愿意靠实力取胜,一味的投机取巧。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 一个人选择投机取巧,必然不会专注于提高自己本身的能力,成功只是昙花一现。 没有主见的人,这个世界试着生存,迎合着大众的想法与喜好成了一种必然。 因为只有这样,才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喜欢和关注,可是一味迎合着,心却是空了,没有了栖息的地方,迷茫枉然。 甚至连前方的路该怎么走,都要由别人来提供,没有一点自己的思想,活在别人的世界中,过着别人编织好的世界,无法自拔。 生活中会遇到这样的人,非常在意别人的目光。 别人说他有什么不好,就开始成慌成恐,然后急于变成别人所说的好的样子,循环往复,也喜欢按照别人的思想去做事。 别人提的意见,从来都不会提出任何疑问,直接就去着手操办。 最后搞砸了还要怪责出谋划策的人,细思极口。 这种人早已经摒弃了自己的思想,始终迎合着别人的看法。 最后毫无自知,因为一切都是别人给的,所以也不会去找自身的原因,失去了大众就开始乱了阵脚,愤不难行,遇上就尽早远离,接触久了会被传染。 到时候想脱身也难了,总喜欢把别人当傻子的人。 在我们身边有一种人看似非常聪明,他们总是能够敏锐地捕获到一些机遇,然后靠着自己的聪明劲获得一些利益。 这样的人是看不起身边的人,在他们眼里只有自己最聪明,也只有自己才能有资格获得最好的资源。 也许在平时的生活中,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,这些人也表现得彬彬有礼,甚至还会垂目低眉,但是一旦有了利益冲突,这些人就会第一时间站出来为自己的利益站台容不得他人的介入。 这样的人看似聪明,总是容不得别人多获得好处。 其实,这样的人是很愚蠢的人,因为他们不知道利不可占尽,福不可想尽,是不可用尽的道理,总喜欢把别人看傻子的人,不知别人其实也是聪明人,到了最后自己却无路可走了。 因此,做人要懂得做人留一线,日后好相见的道理,给别人留点空间,给自己留有余地,自己才能有更好的发展空间。 口无遮拦,胡论是非的人,言不可轻说,社会上最不缺少的就是人多嘴杂,舆论的产生也大多是由人的嘴中传出来的。 世人都喜欢凑热闹,图得一时之快,言语攻击,到了最后也不需要自己来负责,成口舌之快,还能让自己病态的欲望得到发泄,就存在这样一种人,不分青红皂白,直接就谈论别人的是非,不知原委,不知实情,由自己脑补出一切前因后果,不知避嫌和约束,无论评价多么粗俗误会,也不会感觉有任何不妥。 这种人做事一定不会经过大脑思考,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,纸醉金迷,论是非这是非人,别妄图能够与他们好好相处,试想一下,有一个人就因为你一点失误,就会在你背后一痛鄙夷,甚至无论多么阴毒的语言,都能用于贬低你这个朋友,是多么令人感到反微恶心。 不懂拒绝的人 诸人为乐是件好事,雪中送炭也是好事,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,伸出援助之手,是我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,但是是有轻重缓急,凡事都有一个本末顺利。 如果因为远处的某件事,影响了眼前手上的事,反而是得不偿失的愚蠢行为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,帮助别人的前提是先保护好自己。 如果自己的生存都是问题,如何有精力帮助别人? 所以烂好心,不懂拒绝的人,往往是自己都需要别人操心的糟糕生活。 懂得拒绝是一个成年人必学的课程,只有懂得拒绝才能在遭乱中解决更紧迫的事,只有懂得拒绝才能掌握自己的人生,主动出击,只有懂得拒绝才能真正地长大,人心都有贪婪的一面。 如果能从别人处得到好处,自己绝不动手,所以收起你的烂好心,拒绝掉他的要求,也是给对方成长的机会。 是财傲物的人,曾国藩善于总结人生成败得失的原因,他说,天下古今才人,都是因为骄傲而失败的,所以他一辈子借交借造,还说天地间为千锦是在福之道,老子道德经中也早就告诫过人们,不自信, 故名,不自示,故张,不自罚,故有功,不自金,故长,一个人如果天赋过人,能力很强,本来就是老天的恩赐,如果是财傲物,自以为是,自己觉得自己很牛很聪明,那么他离危险就很近了。 韩信是刘邦的大功臣,汉出三劫之一,其他两人都得以善终,唯独韩信被诛灭三族,为什么? 就是因为他誓财傲物,鞠躬自傲。 说了不该说的话,做了不该做的事情,最终给自己引来灾祸,刘邦问韩信,依你看来,向我能带多少人吗? 韩信答,陛下能带十万,刘邦又问,那你呢? 韩信自信地说,对我来说,当然是越多越好。 刘邦笑着说,你带兵多多益善,怎么会被我逮住呢? 韩信知道自己说错了话,连忙掩饰说,陛下虽然带兵不多,但有驾驭将领的能力啊。 刘邦见韩信将为怀音侯后,还如此狂妄,心中很不高兴,虽然韩信聪明能干,说的也都是大实话。 但是他在言行举止流露出的骄傲自负,无形中伤害,并得罪了他人,显得情伤很低,也为自己败亡埋下了祸根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